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9日 今天的读报点评节目 我们从郭文贵先生 这个 报平安视频谈起 那么有一段时间 郭文贵先生 这个爆料 和报平安的视频 这个声音 降低了一些 主要原因是技术手段的原因 因为推特 Facebook还有YouTube 这个 停止了他的账号 那么郭文贵先生 最初是通过一些 这个网友 他们的帮助 这个 做了一些爆料的 舆论方面的一些 这个节目 那么现在呢 郭文贵先生 这次也开辟了一个新的天敌 叫推式直播 这个我看在游艇上 这个18日 郭文贵先生 这个报平安视频 这个节目呢 我认为做的就比较好 特别是一开始 这个郭文贵先生 以亲身的经历 这个讲述了 他和这一些 最初的支持者 也就是一些民运人士的 这个接触 这个无情的啊 就是揭露了他们的一个 以这个民运 这个名义啊 敛财这样的 这一些这个 非常丑恶的做法 那么郭文贵先生 随着世界的推移啊 他会更加的啊 清楚的看到 这个海外所谓 民运级的啊 一个复杂的情况 实际上啊 这个不论什么党派啊 不论什么阶层 也无论是在国内 还是在海外啊 这个都是分左中右 上中下啊 369等啊 这个美人呢 这个具体情况都不同 只有亲身经历啊 和这些人打交道 这些深入的接触 那么呢 才能足够的啊 认识一些人 那么郭文贵先生 这个在这个视频当中 也谈到了啊 这个他本人 这个曾经在前不久啊 无私的帮助过了 民运人士啊 于智杰 这件事情啊 这个非常的感人啊 也就是说 当他知道 于智杰过世的时候 这个没有钱啊 来善后啊 连棺材都买不起啊 那么郭文贵先生啊 通过香港的公司啊 这个给这个 于智杰啊 这个捐赠了 五千美金啊 这个数目不小啊 非常慷慨啊 这个 这一个 对我触动也很大 我认为郭文贵先生 这种 不留性命啊 默默地帮助 这个民运人士啊 这个精神非常可贵啊 那么如果今天 他不讲的话啊 我们都不知道 那么他捐了 这五千元钱 这个他对于智杰的具体情况 都不是太了解 就实际上 于智杰呢 他是 这个1989年啊 这个三个啊 在天安门广场啊 向毛泽东 这个巨幅画像 投出啊 这个臭鸡蛋的三个 这个年轻人之一啊 当时这三个年轻人 这个非常勇敢的啊 挑战这个 这个中共这个集权统治啊 对毛泽东啊 这个进行了挑战啊 这过去都是从未有过的啊 非常的灵人敬佩啊 当时的学生 那个思想认识的高度啊 都不及这些三个人 但这三个人后来 这个非常的可悲啊 被这个六四的学生啊 拧送到了派出所去了 那么后来啊 流落到海外 有的在加拿大 有的在美国啊 这个生活都非常的艰难啊 因为本身的英文不好 这个适应生活的能力 就比较差 而且有的这个 还患有这个疾病啊 因为坐牢留下后遗症 特别是于东于东月啊 在加拿大这位 这个命运人士啊 这些情况 海外啊 这个都有一些详细的报道 那么由于郭文贵先生 常年啊 专注于商场 生意啊 那么可能对于之间呢 并不是太了解 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啊 能够 这个 依据啊 当时这个 他这个过世后的 这种善后的情况 慷慨解难啊 这个 而且 这个真实的情况 到至今才披露啊 是我们看到 郭文贵先生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 思想性格当中啊 的确有很多可贵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啊 我刚刚表示 就非常的敬佩啊 那么 郭文贵先生还能够 这个 以亲身经历啊 揭露一些 假民运啊 真骗子的这样 这些事实 也给我们 所有的人啊 都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提醒啊 但愿郭文贵先生啊 能够 这个继续努力下去啊 我对郭文贵先生 开辟一个新的这样的 直播这样的平台啊 叫推示 这个感到这个 非常高兴啊 那么这是郭文贵先生 昨天的爆料啊 由于 读博点评这个节目 是个综合节目啊 就篇幅有限 那我就谈到这里 也可能呢 这个日后 我会有一些 比较详细的啊 这样的一些 报道和评论 那么我们再来谈谈呢 这个 11月18日啊 这个公安部啊 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也就是赵克志啊 他到了警卫局啊 去进行这个调研 那么呢 他提出一个这样的一种 一种见解啊 就是要坚决的啊 确保党中央的安全 这个的确是 令人震惊啊 在我印象当中 中共十九大 举办之后啊 这个习近平啊 激起团队啊 已经占据了啊 这个中共这个高层的权力核心的主要位置 特别是 二十五个政治局委员当中啊 一大半都是七家军啊 那么网上啊 充满着这种 这个 淋着肉麻的 这样吹捧啊 习和心的一些文章啊 似乎显示 这个习近平 这个党中央啊 应该是绝对安全 为什么 赵克志啊 还要搞这么一个会议啊 而且在这个会议上 还讲到了 有关党中央安全的问题 我觉得 的确是有点诡异啊 那么看到海外一些消息 这个有人 说呢 现在证据不稳啊 就是习近平 这个有一些 这个面临那些不安全的因素啊 甚至有的猜测 这个如果不搞政变的话 可能就要有这个 暗杀啊 要有这个 如果不搞政改的话啊 就会有政变等等啊 这些言辞 现在在海外舆论啊 当中啊 这个 很多人都很感兴趣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赵克志举办这次活动啊 这个可能还是和目前这种权力过于集中 这个有关系 因为权力啊 集中到一个领导人手中当 手中之后呢 这个下面的人啊 他就会 恶于奉承 那么大家都纷纷的啊 表忠心啊 都要积极的努力 这个威绕这个 喜和心啊 那么为了显示 呃 自己的忠诚啊 为了 这个给上级一个好的印象 那么当然 这个公安部 那肯定就要 这个 有些事情可能就要夸张一些 因为你只有夸张啊 夸张这种 目前这种 危险的处境 那么领导人 会感到紧张 那么就 也就进一步需要 下边 这个 多做工作 也就显示了公安工作的重要性 所以我不那么悲观的啊 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 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里啊 就各方面的报案措施 都是非常周到的 即使有人要搞什么 暗杀啊 政变啊 很难成功 这一点和西方 美国啊 加拿大这样的地方啊 这样的民主 政治国家不一样 那么 赵克志在这个会议上啊 一再地强调这些 所谓这个 维护重要安全的重要性啊 我觉得他最主要的 还是什么呢 就是让上级啊 这个 非常的重视下级的工作 这样也可以多一些 得到一些啊 这个财政方面的一些拨款 人力啊 财力啊 这方面都可以加强 那么我们知道啊 一般来说公安在基层啊 这个由于中国没有独立这样的一个司法系统啊 这个警员们的权力啊 得不到治愈和监督 这个尤其是基层的啊 那些 这个第一线的啊 那些干警啊 权力都非常大 这个出现了很多问题啊 由于上面这个维稳的经费啊 这个一年比一年 这个增加呀 据说维稳的经费 已经远远超过了军费啊 那么我不知道这个数字 过去有一个数字啊 不知道是否是准确 不过总体上 为了社会的稳定啊 那么上级的不断的拨坏 那就助长了下级啊 这种 利用这种维稳啊 这个改善自己的物质待遇 这种要求 那么有一部分人呢 可能就说 原本呢 行事没有那么紧张 但是为了让上级重视自己啊 故意夸大下边这些 这个微微方面的问题 那么甚至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人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 故意的啊 制造一些事端 造成一些矛盾啊 你比如说 基层原本呢 就是有一些官员啊 强裁这个农民的 这个土 这个住房啊 这个 掠夺他们的土地资源 打压他们的权力 制造一些矛盾 那么另一部分人 那么就是 这个 知道啊 这些维权的人士啊 这些访民啊 不满 有的在当地啊 就是到有关部门上访 当地解决不了 那么有一些 就要到省力去上访 那么省城解决不了 就要进军中央 进军北京啊 这样呢 就造成一些 这个紧张的气氛 那么 通俗的讲呢 就是一部分人是 这个搞事 一部分人是在摆事 那么摆事也好 搞事也好 实际上都和这些 警员呢 本身呢 有关系 所以呢 这个 这种不稳啊 上级越是拨款 下面越是不稳 因为他把这个维稳啊 完全当成了一种生意 结果呢 这个 上级的拨款啊 越来越多 那拨下来的钱呢 下面就以维稳之名 实际上 自己的这些 三亲六故啊 七大姑八大姨啊 都能分一边更 所以造成了这个 维稳的经费的 这个浪费啊 所以说 这个赵克志 那么在这个 寻查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强调坚决维护 这个中央的安全 我觉得预期这样啊 还不如就什么呢 加强对警员的这种 这个监督 和管理啊 最主要的什么呢 要这个 用制度来制约人 而不是靠什么呢 靠行政命令啊 靠朔教啊 更不是什么呢 靠渲染啊 这个维稳的行事 这个 让上级啊 往下面拨钱 钱越拨 拨得越多 这个社会啊 又不稳 那个这方面啊 我们可以啊 举很多的例子 那么这里呢 我也看到了啊 这个 当然不是今天啊 是前一段时间 看到有关这个 内蒙古啊 这个 发生的一起啊 这个震惊 纵外的啊 这样一个枪杀案啊 就2015年呢 3月20号啊 这个内蒙古啊 这个 公安厅的当委书记啊 厅长啊 那么后来 退休了 担任政协副主席的 叫赵黎平啊 这个 他这个杀人啊 当时震惊了整个世界啊 他是什么呢 是建国以来啊 就是 第一个 省部级干部 亲手持枪杀人 这么一个 这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 那么这样一个人啊 还是一个劳公安啊 我们从一些 这个 报道道路可以看出来啊 2007年以来啊 他就在公安系统工作了35年啊 担任了公安厅的厅长 党委书记啊 武警内蒙古总队第一政委 可以讲 党政军呢 一身 急于身 2012年啊 其 这个61岁的这个赵黎平啊 才退休当了政协的副主席啊 结果呢 他在2015年啊 就搞了这么一起 这个杀人案的 他杀的人啊 就是他的这个一个情妇啊 这个他60多岁了 找一个情妇 20多岁啊 结果呢 由于情妇啊 不断地向他提出这经济方面的要求啊 如果达不到目的 就要控告他 也要这个 咬乱他的家庭啊 他没有办法 他就呢 采取了这种啊 非常的凶残的手段啊 吃枪啊 亲自杀掉了这个 呃 这个情妇 那么不过呢 这个从这报道当中啊 我仍然看到就是有两个疑点 一个是什么呢 就说这个 呃 案发地 报道当中有 截然矛盾的两种这个说辞 一个说呢 是在2015年的3月29点 晚上9点21分 呃 9点30分 地点是在 百合新城 17号楼的西侧 也就是在那个地方啊 说是 找了一瓶 这个 随着这 前面的一辆车停下啊 那么 那位女人呢 从车上下来之后 赵雷平跟过去啊 就开枪 开了两枪 把她击毙 另一个呢 这个说法是 呃 在赤峰205省道旁边 叫 乔比街道 说是赵雷平 先是用刀刺伤了这个 情妇 然后呢 再罪赶情妇啊 然后开枪 杀掉他 就不到什么原因啊 这么一起这个 呃 知名度很高的一个案件啊 缺入两个版本啊 而且更奇怪的是呢 就赵雷平啊 呃 后来被山西太原啊 法院判为死刑 他始终不认罪 这个案件啊 留下了很多的悬念啊 毫无疑问 就是说他这个 呃 之所以走向这样一个犯罪道路啊 由一个这个非常的资深的这个警察呀 而且还是一个作家啊 这个出版了两本唱片要说 两部唱片要说 三本试集 五本散文集 一本杂文集 一部电视剧 这个 这样一个人啊 竟成为一个啊 这样的 呃 凶残的案件啊 恶行案件的这样一个 罪犯啊 那么呢 仔细地分析他这个 犯罪的经过啊 和他一生走过的道路啊 我觉得 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权力太大 你看 他过去呢 呃 担任公安厅长 厅长还兼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还兼武警 内蒙总队第一政委 你看这个权力啊 全部基于谁 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 肯定都是有缺点的啊 也有优点的 有长处 有短处 你否则他不可能 在公安这个领域干了这么长时间 而且 这个 又有文采啊 学识又援墨 这个人啊 又非常的勤奋啊 据说 也破了很多这样的一些 重点的案件啊 医难案件啊 像这样一个可以讲 是一个人才啊 最后怎么演变成了一个傻人犯啊 我看有很多报道啊 这个感到惊讶呀 那么呢 我们知道啊 现在由于这些官员的权力太大呀 权力太大 那么有些 这个 所谓官场 情场 商场 都连在一起啊 那么在情场上 那么 可能就有一些 这个 女人啊 希望这个 找到一个捷径 能够发家之父啊 所以就游戏人生啊 那么 赵丽萍 他这个原本都是六十多岁了 找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女孩啊 那肯定是 这个 这个 就有交换条件 那么交换条件就是什么呢 女方利用这种色 男方利用 利用权 就权色交易 那么导致的啊 这种严重的后果 因为情福不满足嘛 觉得 这个 给买了房子啊 买了车 给了不少的钱 但是呢 还不满足 就不断的要钱呢 而且可能还要 这个要求啊 和他结婚等等啊 那么呢 这个赵丽萍啊 忍物可忍啊 结果呢 这个 就发生这样一个 严重的这个后果啊 那么这种情况啊 在官场上 情场上啊 发生这种碰撞啊 演变成的 这个案件啊 这个恶性案件呢 不仅仅是这一个 我们看到今天啊 这个出版的这个 凤凰网啊 又讲到了一起 这样类似案件 只不过是没有 演变到杀人啊 这个叫 张鲁军啊 山东省啊 早庄司副司长 那么呢 他是 受贿了 853万 这个和这个赵黎萍比较啊 当然这个金额不多啊 不过有一点类似 就是什么呢 他也是 这个为了这个情妇啊 而这个出事啊 你看 据报道啊 就是他这个 受贵这些钱啊 70% 都给了这个情妇了 这一点非常具有 这个嘲讽的意义啊 说是他这个情妇呢 这个也是和他年龄相差很大啊 那么呢 和他见面之后啊 就是确定这种关系之后呢 不断的啊 请他协调贷款 然后呢 再直接向他借钱 甚至直接要钱啊 那么达不到目的啊 就是 就闹 哭闹啊 这个 一闹机关 二闹家庭 就说如果你不给我贷款啊 不给我钱 这个不给我买房买车 这个我就 到你这个所在这个 党政机关啊 去闹事 闹得你没有面子 甚至叫你这个 这个 人才两空啊 让你这个 名声给你搞坏了 家庭也给你搞赛 结果呢 最后 这个 落马的啊 倒霉的啊 就是张鲁军啊 那么张鲁军 据这个报道啊 这个 他把这个 曾经把 在2015年6月份的时候 曾经一下子啊 一笔啊 把200万 打到了啊 这个 情妇指定的账号 这个账号啊 竟是情妇的这先生 而且呢 还帮助他买了一辆 这个豪华保时捷 交车啊 那么三天后啊 又打进了 这同意账号 130万 这个此外还给这个 情妇的女儿啊 买了一套 这个 房子 这个还给买了车位 啊 等等 这个非常可惜啊 张鲁军 是一个比较 年轻的干部啊 这个 担任这个副市长啊 这个 是一个60后出生的 1961年出生了 假如没有这个事情啊 还有可能啊 进一步上升 结果呢 现在这个 被判刑啊 所以这个教训 非常深刻啊 那么 由此啊 我们也想到了 就是 以前呢 这个 大家网络上 曾经报道的 啊 就在济南啊 也曾经有一起这样的一个恶行 这个事件 就是2007年啊 8月9号啊 这个副省级的官员 叫段一和 当时他担任呢 这个济南市人大主任 他也是啊 这个 61岁的时候啊 这个找了一个情妇啊 31岁 两个人一度啊 关系还不错 这个 段一和呢 给这个情妇买了四套房子 两辆小车 把他的父母啊 都用 乡下的农民啊 搬到城里 成了国家干部 那么还给这个 情妇啊 100万的零花钱 还把这个情妇的妹妹 也由农村的乡下啊 调到了这个机关 但是即便这样啊 这位 31岁的情妇啊 姓柳啊 刘某 还是不满意啊 这个 不断地提出更高的要求 这个 如果不服从的话 他就提出 要到这机关去闹 也要到家里去闹啊 那么这个 段一和 也是个煽动汉子啊 也是人无可忍 最后啊 采取一个非常 这个 恶劣的手段啊 就是 要杀掉这个流氓 和刚才我们讲到 这个赵黎平 这个情况不一样啊 段一和呢 没有亲自去杀人 他不敢啊 他这个找到了 他的侄女婿啊 叫陈志 和这侄女婿策划啊 这个用爆炸 这个遥控爆炸的方法 炸死了亲父 这件事情啊 这个曾经轰动了 海内外舆论啊 那么和这个赵黎平比较啊 当然他是不敢 赶不上赵黎平吧 赵黎平是亲自啊 施制杀人计划 他是通过自己的亲友 就不仅自己 这个出了事啊 还连累了啊 支女婿 最后啊 就都这个 盼着死刑啊 下场非常的悲惨啊 那么当然 刚才讲到这个 山东早庄这个 副市长啊 这个张主军呢 还没有导致 这个死人啊 好在还能保条命啊 余生只能在监狱当中度过了 那么 我们知道 在山东早庄啊 这个 曾经以前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电影啊 铁道游戏队 就发生在那个地方啊 那就说在那个 战争年代里边啊 那么当时那些 这个 有志青年啊 都希望给中国建成一个 民主啊 富强的国家 为老百姓啊 这个创造一个明天啊 结果现在呢 这些党管的啊 这个 名义上还是 这个 大谈革命的理想啊 怀念这个 过去那个年代那些啊 这个理想主义 色彩的东西啊 甚至还在这个 一些革命的圣地啊 宣誓啊 等等 实际上 行动上啊 完全背离的 原先 这个 革命的初衷啊 这个 所以说 看到这些故事啊 你可以想到这个 官场啊 之所以 发生这些问题 我认为啊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归一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上级啊 给下级的权利啊 给了这个权利啊 给的太大 太满了 我们刚才讲到嘛 赵雷平啊 这个三种党政军权力都给予神 那么像张主军这个啊 没那么大的权力 但是 他在自己这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啊 也是啊 该做的都做了啊 这个 不该做的也做了 所以呢 这次他 这个判刑的11年啊 判得不轻啊 那么另外 两位的这个 这个贪官啊 都分别获得了死刑啊 也就是说呢 害他们的啊 我认为啊 这个除了这个人品的问题之外 还有个最主要的什么呢 就是干部啊 选拔培养 监督 惩处 这个制度出了问题 要想避免呢 赏述这些问题啊 我觉得 还是要进行什么呢 政治体制改革啊 也在政治领域啊 官员选拔这个领域啊 这个真正的进行 引入竞争机制 一党之认啊 我觉得是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啊 必须改变啊 哪怕 共产党内啊 能够分成 两个小党派啊 就是 共产党左 共产党右啊 这个 党内派别的公开化 和合法化 这样呢 就多了一些这个制约和监督 也就是说呢 让官员真正做到什么呢 这个 不想辅 不能辅 不能 不敢辅 别等到呢 事情发展到了 像这个赵黎平啊 像 像段乙和这个程度 再后悔啊 也没有办法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 这个 不要紧紧的把这个就是 这个官员啊 全色教育啊 这个 只看上是人性的弱点 只是家乡进行教育啊 引导 这个还做不够 最主要的 还是要什么 还是要改变啊 这个政治体制 那么 现在海内外网络啊 关于这个 这个中共这个 集权党制的呀 这种 非议这方面的 这个 评论很多呀 那么当然了啊 担任了 要制的领导干部 这个享受着 无尽的权力啊 这个 要名有名 要权有钱 要权有权啊 要死有死 从人性这个弱点来讲啊 当然都是 拒绝这个 别人的批评 但是批评啊 是有益的 我们通过这些案件啊 都可以看出啊 批评啊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今天的都 点评节目啊 刚好30分钟啊 这个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啊 这个 我们力求把时间呢 控制在半小时以内 那么今天都点评节嘛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明天见